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萨拉凯文每一个剧本都充斥禁忌, 他却是最伟大的编剧之一冰雪萨拉凯文Saricun英国当代著名戏剧家, 是西方直面戏剧浪潮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被遇为英国纪莎士比亚绿品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 1971年2月3日生, 1999年2月20日, 他在医院的卫生间里, 用一根鞋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8岁的人生, 他留下五部剧作《摧毁菲德拉的爱》, 清洗、苛求, 4.48分精神崩溃。 这个视频, 谢给《摧毁菲德拉凯文》最爱的女剧作家, 21岁, 他以权忧的成绩, 从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之一的布里斯托大学毕业, 直接进入英国第一所红专大学伯明哈大学读研。 24岁, 他喜旧的画质摧毁, 便被搬上皇家宫廷剧院的舞台, 如旋风一把席卷英国大宝的艺术版和形形色色小帽的新闻版。 这部画剧成为戏剧界三十多年来最致争一个作品。 之后, 他以平均一年一部作品的节奏, 一次一次, 一次一次地震惊着戏剧世界, 放到今天, 他就是一个高产写品质之家的编剧。 不作妖, 不应和票房和受众毕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挑战观众心理承受力的极限, 而除了编剧之外, 他还会眼会倒, 放眼睛天, 如他这般年少成名, 除女作品经验四方, 作品个人风格, 鲜明, 从未滑血炉, 还每一部作品都能在世界舞台上引起轩然大波, 让评论界和观众们都竟相追随了全能型创作者。 大雪能想到的, 是29岁自编自导自社自建人生第一部电影长片追随的克里斯托弗诺兰, 和20岁自编自导自演人生第一部电影《我杀了我妈妈的哈维尔多兰》, 那年, 大雪在大学宿舍, 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看完了范拉凯恩的五部戏剧, 从来之后, 大雪有三年的时间, 再也没有勇气打开这本范拉凯恩戏剧集, 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头皮发麻, 嗓子干涩, 欲哭无泪, 全身站立, 即使是看招魂, 大雪都可以悠哉悠哉, 读萨拉凯恩的戏剧, 不是单纯的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 或许, 你在看了萨拉凯恩的剧本后, 记不住什么情节, 也记不得几个人名, 尤其, 《可求和4.48分精神崩溃》, 根本就没有具象的人物, 也没有具象的情节, 但是, 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五部作品带给你的感受, 尤其是《死亡》艺术, 《4.48分精神崩溃》, 图片来源,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凌晨的《4.48分》, 是生理上人们精神错乱达到极致状态, 而最易刺杀的时刻, 也是萨拉凯恩没完醒来的时刻, 写完这部作品, 一周后, 长期忍受抑郁症折磨的萨拉凯恩, 终于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 在卫生间自杀了, 《4.48分精神崩溃》里, 萨拉凯恩写下了寄住光明并坚信光明, 死亡从来都不是更勇敢的选择, 自杀的本身从来都没有浪漫的色彩, 萨拉凯恩在一个个惊醒的《4.48分》, 或许正是用寄住光明并坚信光明这一句话, 来鼓励自己坚持着走下去, 图片来源,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指示, 当他完成了内心的表达, 当他完成了身负权势才华, 所必须践行的使命, 受洗的生命, 也便无足轻重吧, 请打开回目博客, 微信公众号, 刊登所有文章, 预转载情与作者联系,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